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河里玩 就日子不得特别有趣 有一天呢 有个放牛的小孩就说 咱们感情这么好 要不然我们一起结拜兄弟吧 朱元璋这个人呢 特别讲义气 他这好啊 他们七个人呢 就往地上一跪 向天宣誓 我们就结拜为兄弟了 这就是真的成了兄弟了 然后呢 一排年龄和生辰八字 朱元璋年纪最大 所以呢 他就是大哥 那么剩下的兄弟们都叫他什么呢 叫他崇八大哥 崇八大哥就说了 你看 现在咱们都是小孩 将来长大以后 不定混成什么模样呢 我建议啊 我们得有一个信物 将来证明啊 我们是兄弟 是吧 你说现在你长成这样 长成我这样以后 可能就认不出来了 怎么办呢 他就在山上找 找了一长条的木头 用锯子呢 把这个木头 锯成了七块 每人一块 将来不管你长成什么样 你整容了 只要见到木头拼在一起 证明咱们曾经是兄弟 很多年过去了 朱元璋呢 南征北战 最后登基大宝 做了皇帝 这木头啊 一直在他身边 他从来没扔过 为什么呀 他心里其实特别想念 他这六个伙伴 不知道他们干嘛去了 你知道在那个年代啊 人活着特别不容易 说不定啊 一场大病啊 一个瘟疫啊 一个战乱就死了 没了 所以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呢 把这块木头啊 就特别郑重地 交给了谁啊 他的皇后叫马娘娘 马娘娘这个人啊 何尝书要给您提示一下 历史上为数不多的 没有裹脚的 叫大脚马娘娘 他没有裹脚 马娘娘拿着木头说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朱元璋呢 就把这个木头的故事 给马娘娘讲了 他用马娘娘特别感动 就把这个木头啊 用紧缎 里三层 外三层包起来 放在箱子里 上了一把锁 为什么呀 他觉得 他们迟早会聚会的 要用这个信物来 证明曾经是兄弟 那么你们现在好奇了 朱元璋的其他六个兄弟 干什么去了呢 何尝书告诉你 有两个 真的是做了大官了 有一个啊 是在朝里做了大将军 但朱元璋不知道 还有一个呢 是做了一个七品的芝麻县官 级别更低的 他进不了朝 剩下四个呢 没有做官 但是都有职业 有一个 是吃斋念佛化缘的 什么 和尚 对 一个是和尚 还有一个呢 是说书的艺人 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书 还有一个呢 是药房里的郎众 看病的 还有一个呢 是染房里的染匠 染布的 他们经常来往 兄弟们感性很好 但大家呢 都很想念谁啊 想念他们大哥 崇拜大哥 有一天上朝啊 大将军在跪拜的时候啊 就偷偷地瞄了一眼 当今皇上 你平时官员上朝 是不能看皇帝的 杀头 骑君知罪 他就发现 这皇上和崇拜大哥 长得有点像啊 他回家之后呢 就把县官找来了 他说我和你商量一事 咱们当今的这个皇上 和咱们崇拜大哥 长得特别像 可是我也不敢去问呢 这不像咱们现在 说你在路上 看见花姐了 你上去问他 你是花姐姐吗 好像说对不起 认错人了 对不起走了 没事 你看一皇上 一拍肩膀 你是皇上吗 说我是皇上 那你是我大哥吗 不是 对不起认错了 别走 拉下去 斩了 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也不敢去啊 那怎么办呢 大家一商量说 等机会 没多久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啊 皇后马娘娘病了 这病得特别严重 治不好 日夜没办法 大将军啊 就把那个郎中兄弟叫来了 说这个机会特别好 建议啊 你进宫去 给娘娘看看病了 也探个究竟 当今圣上 是不是咱们的崇拜大哥 郎中说好 这事我去 那其他兄弟们都说 这个处理太好了 就去不去 总了了心里的一个想法 大将军呢 就带着郎中进宫了 进宫的时候呢 朱元璋和太医们 正发愁了 这皇后的病不好 这是太急了 结果一听说啊 大将军推荐过来 一个郎中很高兴 赶紧派人把郎中 就引到后宫啊 给马娘娘看病 马娘娘躺在病床上 哎呀 很痛苦 郎中呢 望闻问切一大脉 然后呢在桌子上面 把纸铺好了 然后呢要写处方 写之前呢 从袖子里头 摸出一个什么东西啊 一块木头 端端正正地放在纸上 然后沿了墨 开始要写 马娘娘这时候 注意到一个问题 说这桌上这木头啊 怎么看着就那么眼熟呢 特别像他箱子里 那块木头 是吧 他就问他 郎中啊 你这个木头 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这是从哪来的 郎中一看机会来了 哎呀 娘娘 这块木头 是我们结拜兄弟的信物 我们说好了 如果见了面 只要有这木头 就能证明我们曾经结拜过 娘娘一听这话 病都好了一半 赶紧派人到宫里 从箱子里 把那个木头拿出来 把两块木头 王旗一拼 颜色大小 花纹都一样 天哪 兄弟们找到了 娘娘派人赶紧到前面去通知朱元璋 说这儿真有一个你的结拜兄弟来了 朱元璋匆匆赶到后宫 一看 哎呦可不是吗 真的是当年结拜的兄弟啊 俩人太感激了 其他兄弟这时候都很激动啊 说哎呀天哪 我大哥是当今的皇上 太了不得了 这是哥一代啊 所以就想讨风 朱元璋也说不行 现在我是一个国家的王 我是皇上 不能这么随随便便 没有规矩 说明天上午咱们再见面 所以第二天上午呢 就约到皇宫的后院里见面 兄弟六个陆续都来了 见了朱元璋 每个人呢 手里都拿了一个什么呀 对 把这个木头呢 放在桌上这么一笔 哎 就拼成了一个完整的木头 果真是当年结拜的七个兄弟 大家特别感慨 朱元璋也特别紧张 也非常激动 这时候啊 大将军和县官直接就跪地上了 巫皇万岁万万岁 谢主隆恩 为什么呀 他们当官啊 必须啊 其他四个人可不管这个 说书的上去 直接就倒了朱元璋一拳 哎 大哥啊 你说你 你还有这福分 你当皇帝了 你还记得咱们当年放牛的时候 光不细管 你说你 哎呀 染房的染将 俩手黑着 上去直接把朱元璋脖子一拢 大哥 好多年不见 说说 你弄啥事啊 药房的郎中干嘛呀 盯着朱元璋的紫金官上 大哥看来 你给我摘下这张 我戴一下 你看你这东西 我要看病的时候 戴个这玩意儿 是不是 就特别相信我呀 更残酷的是那个 云游的和尚 蹭蹭就脱袈裟呀 大哥把你的龙袍给我 我要穿着龙袍出去画摘 也肯定画好多好多呢 朱元璋脱袍他不耐烦了 这是皇宫 你们守点规矩 严肃完了又忍不住 嘿嘿一笑 大哥这个皇位啊 来得不容易 那是提着脑袋打出来的 是吧 这时候呢 有人就说话了 大哥 你说 我们虽说没和你打过天下 咱也是结拜兄弟 是吧 一个头磕在地上了 你也给我们分个一关半尺呗 这话刚说完啊 朱元璋脸一沉 不行 你们和我没有出生入死过 正所谓 无辜不受禄 怎么可以随便封呢 四个人听得不吭声了 那大哥干什么呀 您都是皇上 也不封我们一下 太不仗义了 朱元璋呢 也于心不忍 毕竟是从小一块玩大的 好伙伴 是吧 说这样吧 人我不封了 我就封一封信物 这哥几个一听逗了 说这 你要封木头啊 那我看你怎么封木头吧 这七块木头 对吧 放在桌上摆着呢 朱元璋过去 把他那块拿出来 你们看 我现在贵为一国的天子 是吧 举国之下 莫非王土 我这块木头 就叫镇山河 把第二块拿起来 第二块木头是谁的呀 大将军 那大将军呢 南征北战 要像猛虎一样骁勇 所以呢 你这块呢 就叫虎威 第三块拿起来呢 是谁的呀 是县官的木头 你县官呢 坐在县衙里头 要拍案审案 犯人得害怕你呀 不听话怎么办呢 把这木头啪一拍 他就听你的 所以你这个木头呢 我就封这叫金塘木 把第四块木头拿起来 谁的木头啊 说书的木头 说书怎么说呀 书接上回 怎么地怎么地 你发现底下有人困了 困了不行啊 啪一拍木头 醒了接着听我讲 所以呢 封你这块木头啊 叫醒木 和尚呢 穿着袈裟 敲着板 棒棒棒棒棒 上街 化斋行园 那么你是需要 这个木头的声音的 那么和尚这块木头呢 就叫云板 还剩最后一块木头了 就让他拿起来看了看 就问这个染房的染匠 兄弟啊 你这些木头 当年是最小的一个 这怎么现在烂成这样了 而且我记得 当时上面 有很小的一个窟窿眼 现在这窟窿都这么大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染房的染匠赶紧说 大哥呀 您不知道 我们这个染布的时候 要站到水里头 挑这个布 对吧 我们就把那个布呢 那个一头啊 塞到这个木头的眼里头 拽过来 我拽着木头摔 就特别给劲 可是时间长了呢 这眼这么小 就这么大了 朱院长微微一点头 好好好 你这块木头啊 我就把它封成啊 染牌 大家就很高兴 那么从此之后啊 这四个行当的牌子 还有前面两个当官的牌子 就流传下来了 所以你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 看到县官一拍木头 那个木头叫什么 对 说评书的帅的木头叫什么 火木 对 街上有和尚化缘的时候 敲的木头叫什么 云板 鞋皮 你气死我了 对 所以呢 看见这几个木头 你会想起来 这个事和朱元璋有关系 那么这就是今天 何朝叔叔给你们带来的故事 朱元璋 封木头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哇 讲得好精彩啊 特别特别的生动 现在我就要请我们的 小朋友同学们来举牌了 喜不喜欢何朝叔叔讲的这个故事呢 哇一致举笑脸 你为什么不举牌呢 太炸了太炸了 没醒呢 拿醒木敲了一下 对对对 书接上回 全部笑脸 谢谢 谢谢 太棒了